那這個重要訊息就是你的課本 那你的課本在我們剛剛這個編輯裡面呢 本來是在目錄 那其實你直接線上看也是可以 如果你有網路的話,線上看是OK的 如果你有時候會沒網路 那你就可以下載來看也是OK的 那下載的格式呢,我們提供了這些格式 而且我們的原始碼,基本帳名也可以自下載回去用 沒問題,這個code.vid 那甚至你想把這所有東西通通彼此打包回去,OK 那就選這個code.vid只不過會比較大 那這個ePub是一種電子書格式 如果你是在iPad或者是在做一個手機 手機或者是在做一個平板之類的 都會支援這種格式 所以你只要下載ePub的reader 或者是像如果你iPad上面有iBook 那它都可以是這種格式 那你這邊,這種格式的好處是跟螢幕解析度無關 譬如說它會自動調整,它基本上是一種網頁 它基本上是一種網頁合適 所以它會自動調整很大型 那如果你今天呢,非常確定說 OK,我想在PC上面看 而且我想要看類似投影片那種合適 那你就下載這個iPad.pdf 那下載完之後,你看到的結果就像這個樣子 這是我們的書的方便 這是書的理念 然後呢,開始是末路 然後接下來呢,就是我們的第一章 第二章這樣子移錄下來 你可以把整本書太微去看 這本書以這種和式 同時的全螢幕而言的話 有320公元 那你可以按檢視,按全螢幕模式 那看起來會更大一點 那這個就不要 那你可以這樣看 那上課,如果你要拿去給別人上課 你也可以直接拿這個文章 拿來這樣用就可以 好,那這是一個我們的教科書 那所以各位原則上可以不用買 但是如果你想買一本十本書來對照 你可以去上伯克萊或之類的 自己去買一個就可以 那我們沒有特別推薦來本 就是你覺得好就好 那如果你要原始碼 就請你這樣子點一下 那下載回去 裡面有大部分我們在 在這個書裡面的所有程式 大部分都有在這裡 有14.9枚 可以下載回去 我們先把它按一下 那其他的 像這個A400也是PDF 只不過它不是那個單頁全螢幕 它是比較像印出來的書 跟那種合式 那這個單頁的HPM 我建議各位不要用 因為它是把整本書變成一個網頁 直接丟給你 那300多頁的網頁 它融合成一個 直接給你 那你每次看都要重新載入300多頁 那就很費用 好 那所以這裡呢 就是我們 我們所有的東西 那接下來呢 你可以看到 除了這個下載以外 接下來後面還有課程 那課程裡面放什麼呢 就是我們曾經上過幾門課 一個是基礎的程式設計 它的影片 詳細的留在這裡 那視窗的程式設計 就是現在各位這一門 它的詳細影片都在這裡 那之前我還用它來上過 用它來上過網路程式設計 使用Sakita還是的褲子 然後它的影片在這裡 所以這是以二層的觀點去看 這些主題 那接下來還有一個討論 那這個討論 其實各位已經在用了 所以就不用再看了 因為這個是去年的 阿尼是今年的 就是今年的Facebook 那去年的Facebook 討論就在這裡 那另外還有測驗 那這個可能各位用到 因為機動考前或情供考前 特別有用 所以你可以把它 稍微看一下 我們到底討論什麼 稍微隨便下載一個 這個是Web的 這個不是 這是網路程式設計 你們現在對應的 四張程式設計 四張程式設計 像這個是 其中島 那一百 一百零一年為主 其中島 我另外 選一下 好 那是 啊 失敗沒有檔案 就是我移位 這邊 等一下 我的檔案位置可能移位 我看一下 請教網址 C S 對 我確定我移位 現在我們來移到 會本 限定 好 那這是 那時候的其中島解答 那其中島解答 你可以看到 這是考題 這是考題 例如說 我請你解釋 這個是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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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似這樣的 這是 啊 的解釋 那接下來 我解釋 請你解釋 歷史是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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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你不能只 給我那個英文反應 因為 我要你寫的 不要在程式 Sketchup程式設計裡面的意義 那接下來呢 譬如說 我就請你直接用手 不是用片桶 用手 寫一個 C Shop的程式完整 類似哈囉 那 接下來呢 就我寫一個 有錯的程式 你幫我提辦 你幫我出錯 然後修改成正確的版本 所以 這裡 然後像這個呢 就是 請你寫一個 用C Shop的寫一個 地圍的配置序列程式 OK 或者是 寫一個 取大小指的 那 或者是 請你寫 Pokey的領域 想錯誤處理 那你就必須要寫入一個程式展示錯誤處理的功能 OK 他是怎麼做 這樣 C Shop的錯誤處理是 Trop Cage 這我們之後會加法 你怎麼做 另外呢 一個最重要的主題是 各位學C的時候 沒有物件導向這種 這種 這種概念 因為 因為各位也沒學C++ 所以 標準C是沒有物件導向這種概念 但是 C Shop是一個物件導向語 而且 基本上 物件導向的發展歷史 跟視窗 是 同時發展 它是分不開的 所以 你寫視窗 你就要揮物件導向 所以我們在這門課裡面 集中考之前一定會講到物件導向 那 什麼叫做物件導向 什麼叫做封裝 什麼叫做計程 什麼叫做多型 這些你要學會 然後呢 我們 會加注 我們希望你自己 剛才寫一個程式 當然 編譯不過 是正常的 但是你意思要寫到 語法盡量寫對 那 你編譯不過是正常 因為腦袋有消電腦 那 可是我會盡量在你的 你的語法是否正確 你的觀念是否正確 給你的分數 OK 那 而且 到時候 我們應該是第九週 就會做這個考試 第十週呢 大家來檢討訪券 而且我可能會讓周圍 復改 復改 就是 你改他的 他該贏 那 不會這樣 就是不會是你改他的 他該贏 反正就隨便 發下去 只要不拿到自己的就OK 那 改完之後呢 你也不用擔心 分數被打低了 因為 我們會讓周圍 再來跟我說 欸 這個分數在低 你可以 我就把它調高 那 這樣子的話 大概 這是其中好的模式 那四川這門課 我在想應該是不會有期末考 那 期末考的部分 就是期末作業 請你 教一個 你覺得 你寫過 最滿意 最棒 就是 最複雜 或者是功能最多的 四川城市 把它拿出來 就給我 這樣就可以 那 盡力 表現出 你到底 多 多麼會使用 多麼會寫四川城市 多麼會使用 寫下文 來寫四川城市 就可以 但如果你要換工具 也是可以 事先跟我講 就是說 你想寫一個 丟了你的遊戲城市 那也可以 或者是你想用私語言 直接寫四川城市 那也可以 所以我們並沒有說 一定要用 這些 語言只是工具 可以寫得出來就好 那大概是這樣 所以 我們大部分的資源 都在這裡有 那你就進行的 去參考一下我們的資源吧 好 那大概這樣 這個時候我回去再更正就好 好 那 有關於課本的東西 就給各位幾分鐘 稍微去看一下 課本 然後確定一下 大家 了解一下我們 哲學期 可能 會教哪些東西 你可以從目錄進去 也可以 或者是 現在就去下載 直接報告你的 你的聽板 或者是地點上面 也可以 好 那 這個 內容 像第一張簡介 我們已經講完了 第二張 變數與運算式 基本上也講完了 下個禮拜 可能就要講 第三章的流程公式 如果很順利的話呢 下個禮拜 搞不好 可以把整列案 函數一起講完 明天喔 不是下禮拜 是明天 如果很順利的話 搞不好我們 明天就會講完 三四五張 那更順利的話呢 那就 希望下個禮拜 可以講到物件 討項 現在地外處理 然後 再來的話 我們就講 檔案處理 資料結構 資料結構各位 反正正在學 我們也不用太多講 只要會用到 那會用 接下來正作表達式呢 可能 正作表達式可能其實不太需要講 但是各位以後用到就會 就會 那接下來就可以講 作業系統之類的 跟這個其實也 暫時可以跳過 不用講 我們就講四川程式 那四川程式講完之後 我們會講時間驅動 時間驅動就是你可以做像 時鐘之類的這種 跟時間有關的 或者是遊戲 遊戲它裡面 背後會需要時間驅動 你也可以用這個 Windows Studio的 運動控制 來寫2D的遊戲 其實 不會太好 那 接下來我們就會設計一些 特殊的應用 像文字變成器 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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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寫遊戲 也可以寫 比如說手寫版 之類的 畫版 甚至像我之前還寫 自己寫了一個 電子版版 那 那 接下來就會使用到 比較複雜的元件 像 data3invue undestue 那 data3invue裡面呢 我們就會 做一個賣紅茶的POSE系統 什麼叫賣紅茶的POSE系統 最近 我好像看到我們那個大學院那邊 那個紅茶店已經快弄好 紅茶店 對 綠茶店 反正就是飲料店 大學院的飲料店那個 那個 那個其實 已經 已經快弄好了 所以 你如果他老闆沒有說POSE系統 你就賣給他 那你就做一個賣給他 那就是讓他呢 可以 最好能夠結合刷條碼 我們這個裡面是不會做刷條碼 但其實刷條碼很簡單 你只要有那個條碼 感應器 那刷了之後 它會變成一個 一個數字 就是直接貼在你的視窗界面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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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文字框裡面 你按個Enter 它就進去了 所以其實條碼 根本就不需要寫文字 它只是個裝飾 好 那接下來 你就 如果 如果 很幸運的我們 這個學期 交完十六章之後 居然還有時間的話 我們就連網路程式設計也一併講完 好 那網路程式設計就會有UDB的程式 UDB的程式 基本上通常會用再快速的影像傳輸之類的上面 接下來再講PCB的程式 那這個東西名詞各位應該都有聽過 因為 欸 各位上過網路概論嗎 上過網路概論 那這個名詞應該都有聽過 好 那 接下來我們就講HTTP HTTP 我們第一就是Web server Web Web就是各位現在看到的這個瀏覽器 這種網路叫Web 那它底下有PCPI的UDP 那這個Web是建構在這些機制上面 那我們就可以自己來寫一個Web server 什麼叫Web server 就是Web伺服器 那這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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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伺服器的部分 它其實 是一個非常非常棒的練習 就是 你可以了解 我用大概幾十行的程式 就是寫一個Web server 用C server 容易做到 那接下來我們就 有了伺服器 當然就要有一個客戶端 就是一個瀏覽器 那很幸運的是呢 那很幸運的是呢 在各位的這個 各位的這一個 這一個 Vidual Studio裡面 內建的一個瀏覽器 內建的什麼瀏覽器呢 就是這個Web server 你可以把它拉出來 基本上 你會發現 它根本就是個IE 然後你就把IE給放進來 好 我現在直接做一次 給各位看 這樣進度是不是太早前了吧 最後一刻 可以講完 好 那 好 這樣子 然後呢 我就把它網址設好 然後 就開始執行 好 好 好 你會看到遙控出來 好 這就是一個瀏覽器了 所以我們不用寫 基本上很容易 好 好 瀏覽器可以做什麼 你就想想 這只要你想上 為什麼的 就可能會需要內建一個 這個東西 那 最後這個應該就不會講 因為SNA 微軟好像已經宣布 不再支援它了 因為它已經徹底的被 像Unity這樣的遊戲引擎 給它回來 所以如果你想要 學遊戲設計的話 那就是剛剛那個 Unity遊戲引擎 非常建立 所有的H4 所以我們這學期 所有的課程 大概就是這樣子 希望可以從頭到尾 很完整的講完 好 那這就是我們 今天的課程 大概就上到這邊可以下課 記得明天早上9點10分 繼續掌課